小童玩具 哈喽小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童玩具 快看 这就是小鱼姐姐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玩的玩具 我们快看这是什么玩具 奥特曼陀罗Q 就是我们Q版人偶的高速旋转陀罗 有罗斯奥特曼 底下奥特曼 反而财新人和加Q 两个怪兽两个奥特曼 一起进行大对决 那你们问他的场地在哪 有没有看到后面有一个黄色的大盘子呢 当当快看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比赛场地 现在我们请出比赛选手来到比赛场地吧 首先我们请出第一号选手罗斯奥特曼 罗斯奥特曼的烈火形态 第二位选手第一家奥特曼复合型 当当第一家奥特曼 哇哦不错哟 下一位怪兽巴尔谈星人 最后是我们的大眼Q 加恩Q 当当快看 我们今天的比赛选手已经来到了场地 这边是两位我们的裁判 罗斯奥特曼和布鲁奥特曼 现在我们进行大逼拼吧 首先第一队参赛选手 加恩Q对战底加奥特曼 比赛选手上场 首先加恩Q 然后我们的罗斯奥特曼 哇哦 快看刚才我们的加恩Q 把底加奥特曼撞得飞快 哇哦 快看我们的底加奥特曼已经没有力气了 现在正是加恩Q进攻的时候 上了加恩Q 他们两个一直保持着就量 哇哦 快看我们的奥特曼好像没有力气了 对的 所以这一轮我们获胜的是我们的大眼Q 加恩Q 第二队对战 上场的是罗斯奥特曼 对战 白坦星人 开始吧 白坦星人 罗斯奥特曼 快看 两个人一直在旋转 没有碰到对方 哇哦 快看 两个人相当的激烈 哇 哇 罗斯奥特曼居然输了 他停了下来 现在我们的巴尔坦星人 还在一直的旋转 哇塞 快看 他正在用旋转 庆祝自己的胜利 所以这一轮获胜的是我们的怪兽 白坦星人 最后强强对战 两位怪兽 白坦星人 蒋Q 看看谁会赢得这场陀罗大赛的胜利呢 哦 哇 蒋Q一直在主动进攻 但是好像实力相当 谁都不让谁呢 快看 我觉得这场胜利 应该属于巴尔坦星人了 哇 我们的 蒋Q比我们的巴尔坦星人 早一步停下 所以冠军就是 巴尔坦星人 好了 小朋友们 今天的这场陀螺争霸赛 就玩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的陀螺玩具 记得给我们点赞订阅哦 下期见 拜拜